这个男人被人用铁链锁在了荒郊野外 每天日晒雨淋风吹雨打 他光着身子蜷缩在树底下 没有任何的遮蔽物 身上布满了被鞭打的伤痕 地上也满是粪便和垃圾 他的生活简直连一个畜生都比不上 这种看似变态的做法 却在菲律宾的宿物地区十分的常见 经常会有人被家人锁在笼子里或者森林里 于是新加坡的记者帕克 来到了菲律宾的宿物地区 寻找事情的真相 究竟为什么这些人会被囚禁起来 甚至被丢弃在荒郊野外呢 新加坡的记者帕克 在当地人本恩的帮助下 找到了那个被锁在森林里的男神 他看到两人过来 立马咧着嘴巴笑了起来 这让帕克和本恩感到了一丝惊恐 在随后的交谈中 发现他和正常人相差无二 这个男人叫做阿里 五年前他在城里偷了一双拖鞋 然后就被母亲囚禁在了这里 在刚被锁针的时候 他天天想要挣脱链子逃跑 可每次一要有逃跑的想法 他就会遭到父亲的毒打 被打了几次后 他再也不敢有逃跑的想法了 就这样 他在这里仅靠一件雨衣 生活了五年 放眼望去 他周围满是垃圾 空气中也重斥着粪便的味道 帕克很难想象他是如何生活下去的 他连一个人的基本需求都没有 像牲畜一样活在这黄角野外 最后想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帕克和本恩 找到了阿里的家人 碰巧阿里的妹妹安娜 正在家里为阿里制作午餐 从安娜口中了解到 将她弃至于此的真相 原来在很早以前 她发生了车祸 脑袋受到了严重的冲伤 贫穷的家庭根本就支付不了治疗费用 并且在这之后 她还目睹了一场枪击案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 让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个消息对于贫困的一家 如同晴天霹雳 因为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 更何况 还要照顾一个有精神病的患者 而且她只要发病 就喜欢到处乱跑 这让周围的邻居感到了十分的恐惧 为了避免她乱跑伤人 他们不得已将她所在的树林里 木家里一家共有十三口栈 生活在不到两百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全家只有安娜一人来工作 如果把工作的钱用来买阿里的药 那么就无法购买食物 也就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了 妹妹在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 在镜头前伤心的哭了起来 但不忍心看着哥哥在这里受罪 其实她也希望 她的哥哥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不是被锁在这里 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让她无能为力 为此她每天都在努力赚钱 并且她始终坚信 她的哥哥在未来的某天一定会好起来的 在这之前还有一位叫做左一的男神 也被家人锁在了笼子里 幸运的是 左一被当地的社工古朴所解救 并送往了精神疾病医院 经过治疗后 她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在镇上做起了保安的工作 当时她在吸毒和家庭压力的双重压迫下 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并具有暴力倾向 这后接受不了现实的妻子 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她 家里面只剩下小儿子和年迈的母亲 一时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被弄得妻离子散 发病的作异 因为没人照顾 四处骚扰邻居 还要动手打人 无奈之下 她的母亲将她锁在了笼子里 即使台风来袭 母亲也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儿子被倒下来的衣书和乌瓦划上 她也不敢轻易的解开 绑在儿子身上的锁链 只能在一旁伤心的看着 好在最后 她的病得到了救治 如今在那个笼子里 依旧还能找到生锈的铁链和锁头 在查询资料时 帕克和本恩惊奇的发现 那些被家人囚禁在家里 或者绑在野外的人 都有一个相同的点 那就是患有精神疾病 他们在更深层次的调查中 发现菲律宾患精神病的人数 是东南亚地区人数最高的 其中素食就占了一大半 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 菲律宾竟然还没有关于精神病的法律条文 这让帕克很是疑虑 于是 他找到了当地 对精神病有不少了解的社会工作者保罗 保罗认为 造成素食的精神病例增加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政府没有对精神病患者有相关的立法 二是没有普及精神病相关的知识 无知的村民给精神病贴上了耻辱的标签 这让不少人对患有精神病的人必而远之 也导致了精神病患者不仅得不到医疗的照顾 反而更加受到歧视 而且患者的家人也认为这是一件丢点的事情 因此只要一患上精神病 就会被家人锁在笼子里 或者被关在家里 愚昧的认知与偏见 让一颗昏暗的心灵无法与人对话 只能在幽暗的世界里独自勾活 因此这几年 保罗一直致力于普及精神病教育知识 他想要改变素物地区的现状 让人们不再恐惧精神病 给那些患有精神病 而被家人囚禁的人 带来希望和声的转机 在随后的调查中 帕克发现当地严重缺乏 关于精神疾病的医疗服务 在高并发率的素物地区 竟然就一家关于精神疾病的专和医院 并且医院如同一栋废弃的大楼 周围环境也是肮脏不寒 然而菲律宾主要的医疗设施 主要其中在首都马拉 其他偏远地区 根本就没有专业的精神病专和医生和医疗设施 帕克和本恩找到了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谢荣 了解菲律宾精神医院的具体情况 在这家心理卫生中心共有201位病人 他介绍说 这里的大多数病人 源于遗传 贫困 家庭 危机 天灾人祸 以及药物诱导的心理疾病 他认为菲律宾政府根本就不重视精神疾病 每年投入在心理健康的资金 仅占全部医疗服务的5% 这对于救治精神病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他说精神病患者大多数是来自低收入家庭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 而且精神病救病复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患者常常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不复诊 一旦再次犯病 患者就会被家人灌在家里或者是绑在野外 走访完帕克认为真正要根治精神病患者 不只需要政府的资助 社会的关注 完善的医疗设施 还需要有家人的爱 就这样才能让这些患者重新拥有活着的尊严 感谢观看